从小孤苦临天 没爹没娘 现在因为一个星辰 你又反过来怪我 昀诚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你既然已经怀疑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那我承认 行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你怀疑吧都是我做的 阿姚 昨天 我喝了那杯水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星辰对我 他非得不让我走 都怪我 都怪我 阿姚 对不起啊 也许 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真的是兽医对你不轨的话 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阿姚 别哭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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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找到沐星辰 霓裳 我告诉你 星辰绝对不是负稀罕 你一定要相信他 这样 我带你去找他 在前面 走 怎么办啊 霓裳 你看他在那呢 看他的样子 心里一定很难受 他肯定不是个负稀罕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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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在这儿 我问你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阿瑶都跟我说了 说是你 你 对他又搂又抱的 还不让他走 我真的不记得 可我迷迷糊糊之中 只看到了你 真的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他 我只把他当普通朋友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问你 你要是个男人 就对他负起责任 我算是解释不清楚了 医管暂时回不去了 还是心思学药肠的事吧 还是心思学药肠的事吧